Unboxing 开箱 今天要开两个跟Xbox有关的东西 我的频道里面真的很少出现Xbox 但是今天重点就是这个 Xbox One X 当然啦 作为它主机 它不是很重要 你看这个包装 对不对 Cyberpunk 2077 Cyberpunk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但是在开它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个小的东西 这一看就是一个手柄的包装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多说了 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Xbox 送给我的 都看得出来 上面颜色非常的多 非常多彩的一款 它是神奇女侠1984 怎么说是算限量吗 反正就是这款是不出售的 它是只能够被送来送去的 离品款 反正就是不能买到的 除非我卖 上面看还写着 Wonder Woman 1984 对吧 它这个图案 他们说是来自 神奇女侠的真言套索 那个 小鞭子一样的东西 它的配色的灵感 据说是来自于这个80年代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种颜色 你就会想起来 80年代的feel 他们发给我图片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这个有多好看 我一看说 这不是一个大的棒棒糖的颜色吗 直到我拿到实物 我的啦 Xbox的手柄还是非常实用的 就算你不连接Xbox 你还是可以用它连接PC 这个给大家种草也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也买不到 嘿嘿嘿嘿嘿 看别的吧 赛博朋克2077 主题的Xbox One X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买这个东西呢 明明我已经预定好了Xbox Series X 可能就是脑子不好使吧 嘿嘿嘿嘿 我估计正常人也不会干像我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看看吧 诶 这是一个纸板 哦 一条一条的 这是什么 港版的翻译吗 电狱判客2077 第二章 这里是一个Xbox Game Pass 开始您的免费一个月会员资格 啊 说明书 还挺详细的呢 然后就没有 对 这个是什么 刚刚拿出来的第二个盒子 后面写了 Samurai Samurai这个日文词是武士的意思 赛博朋克2077当中 他是这个基努里维斯扮演的角色 在他当一个什么退伍老兵之后 他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 那支朋克乐队的名字就是Samurai武士 我看看里面有啥 对 是底座 这个还挺轻巧的 然后这个 线 所以他的线也不一样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线的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电源线了 还有 手柄啊 它整个是一个做旧的感觉 虽然我买的是新的 但是你看这边表面都已经有一些 像是泥土 还是就是掉漆的感觉 这边有些稀稀拉拉的 然后还有这边有好多划痕 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不用再为自己弄脏手柄而担忧了 甚至于刮划什么都没有关系 就可以很完美的融合在他本来的设计风格里面 哎呀不错 有一个公司的logo 阿瑞萨卡 阿瑞萨卡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公司 它是日本刚开始兴起来的一个公司 是卖军火生意的 然后后来呢 就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一方势力 主要就是活动在这个主角所在的 night city里面 就一个比较邪恶的公司 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征服全世界 统治全世界 这边还有用划痕划出来的 no future 没有未来 整个手柄是银色灰色 加了一些红色的点缀形成的 整个手柄都是基努里维斯扮演的 那个silver hand的角色 就跟它是完全相关的 因为它有一只银手 它的那个银手就是这个阿瑞萨卡公司做的 所以它这有一个公司的logo 整个它的手上会有一些红颜色的点缀 所以在手柄上有一半也是红色的 翻过来背面有一个他们乐队 就是刚刚提到的Samurai乐队的logo 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来看看主机吧 轻拿轻放 轻拿轻放 糟糕了 口红粘上去了 主机 哎呦 先让我本人来好好欣赏一下 在讲解之前 它这种logo什么的标记特别多 让我觉得好像 是不是每一块零件都是来自不同的公司 一块一块 然后都有一个单独的色块 它就是一种好几个地方的零件拼凑起来的感觉 哇 很make sense 银色掉漆 这种做旧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台都完全一样 也许这个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顶部 顶部也是一半黄一半蓝 我最近很喜欢这个黄蓝配色 侧面 强力磁场 不要靠近 强力磁场 厉害的很 这里是一个xbox 给你开机箭的版件事 再看这边 这边就是牢 牢几样了吗 几个口对不对 这不用我来讲了吧 哎呦 这个标也是黄蓝的 哇 整个完全没有一点让人觉得出戏的地方 这边也是刚刚讲到的 基努里威斯扮演的角色 Silver Hand 它的乐队 Samurai 它的logo No Future No的这个O这边还滑了一杠 表示绝对没有Future 没有未来啊 没有 下面还写了一个 Where is Johnny Johnny在哪里 在主角生活的2077年 那个时候 Johnny Silver Hand 已经是失踪的状态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人找到 大家都在问啊 传奇乐队的主唱 到底去哪里了 如果大家看预告片 和一些新的消息的话 就应该会知道 Silver Hand的 算灵魂吗 就是他整个人的 原神 意念 存在于男主的脑子里面 最开始的预告片 男主受到了撞击 然后醒来以后 你看就是一张 基努里维斯的帅脸 听到这声音了没有 正面的几个 一二三 这地方是夜光的 你在很黑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见 尤其是你这大晚上 偷偷玩游戏的时候 很有感觉哦 哎呀 好漂亮啊 好喜欢啊 整个感觉非常的不错 这个就是收藏用 价值比较高一些 毕竟现在主机已经更新换代了 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去买这个旧款的主机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游戏 尤其你玩了以后觉得很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还是可以买来一个收藏 嗯 哎呀 赛博混合1077怎么还不发售啊 真的是搞快点好不好 呵呵呵 着急 我之前为了做这个开箱 然后研究了一下已经有的一些资料 发现它的哇世界观好大 然后帮派特别多 然后公司公司的阴谋 各种名字我都叫不全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啊 对 如果大家要玩这个游戏的话 提前需要准备一些小小的知识 了解一下背景故事 比如说基努里维斯这个角色 他自己也有从92年开始到2077年整个时间线上一整个完整的故事 之后我也准备做一个关于你在上手2077之前需要知道的一些小知识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沉浸在赛博混合的世界里面 啊这主机真的不错 如果 这个没什么好种草的了 大家还是去买Xbox Series X吧 这个就看看就好啦 嗯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留下三连哦 嘿嘿嘿嘿